大家好,歡迎回到有問必答的環節 在我身邊有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Jason Jason,你好 雙雙,你好 提提大家,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想問Jason的話 歡迎隨時打來204-6566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Jason,也和你看看市況方面的情況 見到今天大市方面的表現不是那麼理想 暫時跌105點,暴23198點 不過見到有些個別環保股表現相當強勁 見到中韜環保1363,逆市上升 暫時升近超過9%,去到4.23的位置 見到公司在上個交易日收市後 公佈了取得廣東省惠州市農門縣政府一個項目的批准 就是利用一些污泥去生產一些環保磚 另外也會利用一些紡織印染行業的污泥 生產一些圖粒 這個項目的總投資額去到1.5億人民幣 當中已經包括收購土地的成本 見到今天的股價方面非常之強勁 怎麼看這個項目是否都相當大的憧憬 沒錯,因為始終去接到這些新項目 對於整個市場來說 一定是覺得有個正面的訊息 還有你說現在在廣東省方面 其實你說在環保的產業上面 都會有個相當大的爭取空間 特別是之前三中全會方面 又或者在經濟工作會議上面 中央政府都不斷提到要求地方政府 除了要搞好經濟增長 GDP的增長目標要到位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要看一些關於環保 一些關於廢物處理等等 這些範疇來評定政績 反映說接下來不同的地方政府方面 都需要去到加大一個資源的投放 令到一些環保的產業方面 要進一步發展起來 所以你說見到 即是本身是中途環保 它本身都屬於內地方面 其中一種叫做水利股 又或者叫污水處理有關的股份 你說跟光大國際 大家比較熟悉的那種來比 當然在規模上中途方面就小很多 但是由於它本身的基數方面 都是比較低的關係 所以它一接這些比較大型的項目 回來一組 就即時會令到營業額方面 又或者在利潤方面 都會得到一個相當大的提升 所以如果你說 即是中央方面繼續在這個領域上面 都還是會加強投放 再加上這間公司去接這些項目之後 就說未來真的能夠run得好 它有了這一方面的經驗 然後再接一些比較大單的項目 那個機會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提升空間 所以雖然你看到 這隻股份上市以來 由九月份上到現在 雖然股價都升了 接近三倍有多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 當那個的前景仍然都仍然是 亮麗和能見度是比較高的時候 我相信股價 接下來進一步破頂 你說它去回五元 甚至乎更加高的位置 那個可能性都是大的 好 稍後有時間再談一下 一些環保的股份 現在先聽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楊小姐 楊小姐 你好 你好 蘇小姐 你好 多謝大家這樣說 你也是 Jason 我想請教你 今天蘋果又跌了一些下去 我現在進入又沒有風險 還是等到列口位才進入呢 好 蘋果方面暫時 18.3.5元的位置 今天跌超過1% 近期見到股價都一路回落 現在去到70元以下的水平 這個價位進入 其實安不安全 你說在這些位置進入 我覺得問題就不是太大 雖然你說好像見到 今天A股方面都做得比較頑皮 都是因為PMI方面出得比較差 還有人民銀行方面 都繼續停這個逆回購 就令到內地股市 都做得不是太過好的 所以都令到這些保險股 都受到拖累 但如果你說看回 以今年來計 說2014年 整體那個保險行業的發展空間 我覺得都還是大的 特別之前都經常說 在三中全會提到一個很大的概念 就說要將一些叫做 退休保障方面做得更加完善的 意味著 接下來會有更加大的稅務優惠 或者一些補貼政策出來 就扶持一些企業 來幫員工去買一些退休保險產品 又或者一些比較有錢一點的居民 都能夠可以自行購買一些商業性質的保險產品 這些因素都會令到這一類的保險股 在那個叫做產品的開拓 又或者在那個收入的多元化方面 是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所以唯一最擔心的就是 究竟A股方面 何時才能夠可以見底有個回升 當你說A股都能夠配合起來的話 這類的保險股 我覺得在今年的時間 都應該能夠可以跑得贏大市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平保來計 70元以下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了 短線就留意之前一個比較大的支持位 就是66元 如果你說股價不跌穿66元的話 我覺得整個上升勢頭都仍然是未改變的 楊小姐還有其他股份想問 有,我想問Jason 694首都機場 現在這個位置可以嗎 好,北京首都機場方面 暫時今天6.1號 今天就升超過1% 這個價位有沒有考得過呢 Jason 我看回首都機場去短線來說 股價仍然是比較弱小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 接下來新年左右的時間 我覺得你說這一類有關 叫做運輸、物流等等 相關的股份 我覺得就有機會可以 就撐高一點 所以如果你說 趁它這一陣的調整 大概6元這些位置去買 問題都應該不是太大的 但是你見到今天都叫做 抽了一些上來 我覺得都不妨是可以再等它 回一點點 去到6元B這些位置 才去到找位買回來的 還有你看到現在在圖表上面 暫時調十天線 即6.2這些位置的阻力 都是比較大一點 如果你說它今天都是穿不到的 或者這個星期都是穿不到 我相信 然後接下來去落分6元的機會 都是比較高一點的 好啊楊小姐 可以嗎 謝謝你 謝謝楊小姐 謝謝你的支持 楊小姐 繼續聽聽一下 為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梁先生 梁先生你好 是 你好 早晨 朗廷 朗廷1.270 是 你自己有沒有貨的呢 由頭到尾都這麼弱 沒有經過 你自己有沒有貨的 1270 有啊有啊有啊 是 幾次賣入 很多隻 馬昆威有很多3、4次進入的 好啊 跟Jason看看就是1270朗廷方面 看到上市之後的股價比較強差 1.2 上市的定價就是5元 不過現在一直下跌 就去到3.72元的位置 為什麼會這麼差呢 Jason 你說這一類所謂分拆出來的酒店股 其實就不是一個市場很重要的焦點 你看到本身的那個收入方面 也都沒有一個很特別 可以很大的增長動力 在未來這幾年會出現 再加上就是本身這一類型 都屬於一些我們所謂的高息股 這類的高息股本身的息率 是不是吸引呢 就不是單看每一年派多少息 究竟那息率是多少 而是都要跟美國方面的 國債方面的息率做一個比較 當然如果你說見到 就是之前美國聯儲局方面 都開始做那個退市步伐 也都見到美國十年期的 那個國債的資息率 上到現在就是3厘上面的時候 變相就令到這一類高息股 整體的收益率方面 就看起來就沒有以前 就是這麼大的吸引力 所以如果你說根據之前的經驗 通常如果你說見到 美國的債息進一步是秋升 對於這一類型的高息股方面的股價 都是會有一個壓力在 所以如果你說接下來 去到今年聯儲局方面 繼續行這個退市 減賣債 債息仍然都有一個上升的趨勢的話 我相信這隻股在今年來講 都未必說會有一個太好的表現 好 謝謝 Jason 梁先生 行不行 其實我覺得你說換馬都是可以考慮的 特別如果你說本身都是希望 跟回整個大市的部份行的 如果你預期今年的大市是可以 有個破頂的情況 是可以繼續向上望的話 我也覺得可以換一些內地方面 一些中資的國策受惠的股份 又或者受惠的經濟周期 開始復甦那些的板塊 例如一些航運股 一些新能源股 或者剛剛說的環保相關的股份 我覺得跟大市的敏感度就會比較高 好 謝謝 Jason 也多謝梁先生你的電話 歡迎隨時再打電話來 這節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就會跟Jason繼續跟進市況 大家不要走開了 稍後回來再見